台灣的選擇 台灣的選擇 選前抽籍星期天 柯文哲高雄奏勢 幾百公尺大進場 破天荒走了13分鐘 起 蘭 綠 到 台灣 民眾熱情簇擁 柯文哲一路上 幾乎是被推著走 因為有你們熱情的參與 這才是今天這場活動 一定會成功的理由 在高雄 派一顆西瓜出來選都會贏 只要他是綠色的 但是我知道 在高雄市民的內心裡面 還是渴望一個改變 柯文哲猛損民進黨 要頻繁轉南台灣綠營調查 我們已經不需要這些政治人物 發現問題 解釋問題 發現問題還要你講嗎 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一個 解決問題的總統 民進黨下來 結果是國民黨上去 你覺得台灣會改變嗎 不會改變啊 柯文哲更下軍令 要支持者震出來投票 連日中南部車掃 柯文哲晒傷略顯疲態 還不小心口誤 政黨票投給台灣民眾黨 為什麼你知道 只有國會在第一階段 要先三黨不夠半 國會才有辦法理性的運作 只有民進黨有一個關鍵的力量 才可以逼迫這兩個黨 不會再用過去那個手段 不管柯文哲說什麼 粉絲都大力支持 不只妻子陳佩琪 全程陪著柯文哲 副手吳欣營 這幾天也展開全台車掃 累積出不少人氣 很多人說家族企業是 喊金湯池出身的 可是對我而言 這反而是全年無休的工作 因為有許多的員工靠我們 台灣就是成為我的家 也是我愛的地方 這一次我們要一起來翻轉台灣 民眾黨大造勢8萬粉絲 擠爆會場線上直播 更湧入11萬人同步觀看 就連外媒也到場報導 選前黃金週末 藍綠白高雄大拼場 可粉集結衝出盛雪氣勢 也讓藍綠不敢大意 深選黃澄博 顧元松 料品巨口彩虹員小組 高雄 常常報導